然後就在初中畢業了之後 我就在家待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跟我的媽媽講 我說很多人都去廣東打工 據說都還拿到不錯的待遇 然後我也想去 當時因為我在家裡面 雖然是排行老二 但是就是家裡的很多的一些 出力的活都是我在做 就家裡其實就把我當成一個男孩子在用 像一些很重的活的話 我的妹妹她們是做不了的 姐姐也不行 因為她力氣她很瘦弱 所以她們就覺得如果我走的話 很多事情都會比較困難 再加上我畢竟是一個女孩子 如果去到很遠的地方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特別是像廣東這些地區 所以當時我的媽媽是非常擔心 她不同意我來 然後我就坐在院子裡 望著天空 連續待了兩天 然後我也不吃飯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如果你給我出去 家裡的環境一定會改善 我會把我掙的每一分錢 除了生活費都寄給你 不會讓你們失望 我也會保護好自己 最後她拗不過我 就送我坐車 然後送我走的那個路上 我媽媽就給我買了一個毛毯 然後從來沒有用過那麼好的毛毯 覺得那個就是我的寶貝 覺得媽媽這個時候 就是說 她是因為捨不得你 她怕你在外面有什麼承受不了的東西 所以她就在自己條件 能夠達到這種情況下 然後給你去準備了你需要用的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我就 當時就哭的就不成樣了 我媽媽也是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家裡邊條件比較差 但是父母都非常的愛我 我一定要爭氣 所以就這樣子來到了廣東 最美好的回憶 其實是我出來打工 一年之後 我回家探望他們的時候 嗯 就是當時 我媽媽她 聽到我要回去這個消息之後 她就跑步 家裡其實有單車 她都忘記踩了 她是從家裡跑步 跑到公路上 然後呢 就 就在那裡等我 然後呢 我一下子就看到 我媽還有我爸都在 然後我覺得 他們真的不是一般的愛我 一般的人都 都不會這樣的 然後呢 也是第一次就是在那麼大了 還能夠 拉著媽媽的手 還能夠好像抱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覺得特別的幸福 我就覺得 雖然是說 我很愛我自己的爸爸媽媽 他們也很愛我 但是我們很少有肢體上的一些接觸 就是 也不知道是我們中國就這樣還是怎麼回事 很少有說擁抱一下呀 然後挨在一起 特別腻的那一種 沒有 但是那一次我就 感覺到他們 摟著我 拉著我 然後到現在想起來 都覺得好溫暖呢 包括我的小孩出生之後啊 嗯 才一個多月 我都把他放在老家 由我的父母去養 就是說根本就沒有 像正常的小孩一樣 可以跟在父母的身邊去母乳餵養 然後呢給他一個就是有媽媽爸爸在的一個環境 他就挺可憐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讓我失去的 不只是父母的那一份 還有就是我小孩 他長到到學齡期前呢 他都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我看不到我小孩 咿咿呀呀的說話 也看不到我小孩 呃宅宅的走路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如果我的小孩長大了 問起我他的小時候 我總是模糊的 聽別人講的 我就覺得我在這裡沒有盡到責任 特別的內疚 所以我覺得他讓我失去的這些 其實用錢是換不來的 但是因為 又是生活的壓力 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真的很希望 能不能有一份工作 又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然後同樣 有尊嚴 能夠生活下去 這樣的一份工作 讓我們能夠體面地生活下去的工作 是多麼好 喝酒 我游過 你 我游過 我游過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